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点点思考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揭秘网络安全、数字世界的守卫 二、是了密码、网络安全的政治防线 三、代码的盾台、网络安全的科学战场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揭秘网络安全、数字世界的守卫 当然,网络安全这个数字世界的无形守卫 是一个既严肃又充满戏剧性的领域 想象一下,如果互联网是一座充满宝藏的古老城堡 那么网络安全专家就是那些身穿盔甲 手持长矛的勇敢骑士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城堡 不受那些穿着黑色斗篷 前行在暗影中的黑客们的侵袭 首先,我们得认识到 网络安全并不是一件新鲜事 自从人类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 就有人试图找出它的漏洞 这些早期的黑客可能只是为了好玩 或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黑客的动机变得多样化 包括金钱、政治、甚至是恶作剧 现在让我们来揭秘网络安全的几个关键点 一、密码学 这是网络安全的基石 密码学就像是一种魔法 能够将信息转换成 只有拥有魔法钥匙的人才能解读的秘密语言 但是就像所有的魔法一样 总有那么一些巫师或者说黑客 能够破解这些咒语 防火墙 想想一下 你的计算机是一座城堡 防火墙就是围绕城堡的高墙和护城河 它们的任务是阻止未经授权的访问者进入 但是就像中世纪的围城站 总有一些工程锤能够撞开城门 三、恶意软件 这些是网络世界的怪兽 包括病毒、蠕虫、特洛伊木马等 它们敲牵入你的设备 破坏、窃取或者控制你的信息 网络安全专家就像是猎怪兽的勇士 不断地寻找新的方法来捕捉和消灭这些怪兽 四、社会工程 这是黑客们的心理战术 它们不通过技术手段 而是通过欺骗、诱导或者操纵人们 来获取敏感信息 这就像是那些穿着僧女袍的间谍 他们用甜言蜜语诱使成文守卫打开城门 临日攻击 这是黑客世界的隐形斗篷 临日攻击是指利用软件中未知的漏洞进行攻击 由于这些漏洞是新发现的 因此防御者没有时间来准备防御措施 这就像是敌人发现了城墙的一个隐蔽缺口 而守卫们还浑然不知 网络安全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每天都有无数的攻防战在进行 而我们的网络安全专家们 就像是那些在数字世界中 默默守护我们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工作可能不会像打败巨龙那样传唱千古 但他们保护的是我们的隐私、财产和数字生活的安全 所以下次当你顺利的登陆邮箱或者安全的完成一笔网上交易时 不妨对那些在幕后努力的网络安全专家们说一声谢谢 毕竟没有他们 我们的数字城堡可能早已文献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历史的密码 网络安全的政治防线 好吧同意文青的课题是历史的密码 网络安全的政治防线 这个话题听起来就像是旋利的游戏 遇上了黑客帝国 不是吗 但我保证这不仅仅是一场史诗般的对决 而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了一部分 这辆网回到或许看恐龙还是稍微近一点的过去 冷战时期建议们还在用无线电和死性相交换信息 那样的网络安全可能就是确保你的打字机没有被人动过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技术也在进步 从打字机的个人电脑再到今天的互联网 我们的通信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让我们快听到21世纪 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能够控制我们的电网 或者说到外的是操纵选举结果 那将是一场政治上的灾难 这又是为什么网络安全不仅仅是技术问题 它是一场关乎权力影响力和控制的游戏 有趣的事儿有时候 网络安全的政治防线 有时候就像是在玩一场无耻尽的猫捉老鼠游戏 黑客们找到一个漏洞 安全专家们修补它 然后黑客们再找到新的漏洞 安全在找到新的漏洞 从此巡华往复 这就像是在建造一座城堡 但是敌人总是找到新的工程武器 这一网络空间没有国界 这意味着一个坐在地球另一端的黑客 可能正通过他的笔记本电脑攻击你的国家 但这像是有一个隐形的国际间谍 它可以在玻璃暂谍 它可以暂谍穿越国际间谍情况下 穿越国界进行间谍活动 但是不要以为这些网络攻击 都是由一些穿着面具的神秘人物执行的 有时候这些攻击背后可能是一个国家的支持 这就是所谓的国家支持的黑客活动 它们像是国家间的影子战争 只不过战场变成了虚拟事件 所以亲爱的学生们 下次当你们设计密码时 不要再有123456或者password这样的密码了 因为你不仅仅是在保护你的个人信息 你可能还在往往安全贡献一份力量 记住每一个强大的密码都像是一块砖 帮助构建起我们国家的数字防御墙 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将讨论如何在不泄露 你的午餐内容的情况下 别忘了做家媒体上晒你的美食照片 别忘了做作业 我要的是加密的电子邮件 不接受用鸽子传递的作业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代码的盾牌 网络安全的科学战场 当然网络安全是一个充满了黑客防御者 间谍和数字忍者的事件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角色都穿上了中世纪的盔甲 手持代码编写的武器 在一个由数据构成的虚拟领域中对峙 这不仅是一场科学战斗 更是一场智力较量 每一次的攻防都可能决定数字时间的命运 首先我们有黑客 这些是网络世界的掠夺者 他们擅长使用各种技巧和工具来破解系统 就像中世纪的盗贼一样 他们悄无声息地穿过城墙 均照着可以利用的弱点 他们的武器可能是一段精心编写的恶意代码 或者是一封装满用户的网络钓鱼邮件 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 随时准备刺穿无知用户的防线 然后我们有网络安全专家 他们是数字王国的守护者 他们的盾牌是防火墙 他们的剑视入侵检测系统 他们不断地在城墙上巡逻 用他们智慧的经验来识别或阻止那些试图破坏或盗取的敌人 他们的战斗从不停歇 因为黑客的策略总是在不断地进化 有趣的是 这场战斗并不总是那么严肃 想象一下 一个黑客试图通过发送一个假装饰 以撒电优惠券的钓鱼邮件来诱骗用户 而网络安全专家通过识别邮件中的拼写错误和奇怪的域名 轻松地揭穿了这个诡计 仿佛是在说 你真以为我会因为免费的奶酪而放弃我的数字防补吗 在这个科学战场上 每一站潮心都像是铸造新的盔甲 每一次安全培训都像是在训练士兵 而最常战斗的胜利的唐人记中 还取决于人类的警觉性和教育 因为在这个由代码构成的盾牌后面 是真实世界中的个人和组织 他们的安全和隐私 值得我们用最好的武器来守护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社会的数字保镖 网络安全的文化防护 各位同学 网民数字游民 还有可能在座的黑客大佬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 你我都离不开的现代守护神 这是数字保镖 网络我们的数据不被偷窥 还得确保我们的电子邮件不被随意拆阅 更要防止我们的银行账户 不被无形的手悄悄掏空 首先我们得认识的 网络安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它就像新鲜事物在城墙的数字化版本 只不过我们现在防御的是病毒 木马钓鱼攻击 还不管怎样真正的箭矢和炮弹 落地都是一样的 保护我们的数字王国安内门 网络安全的文化防护 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意识形态 它要求每一个网民 都必须有一种网络卫生意识 就像古代的士兵 在城墙上询为一段城墙漩润一样 我们每个人都得时刻警惕 那些试图渗透我们防线的网络威胁 有趣的是 网络安全的世界里 攻防双方 就像是在玩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黑客们总是想方式一段的漏洞 而网络安全专家则不断的修补这些漏洞 就像是在玩一场无休止的捉迷藏 有时候黑客们会发动一场 异用领域攻击只有Data 突然袭击让人转眼 专家们则像目击 而网络安全专家们则像语言家一样 预测下一次攻击可能发生的地点 并加以防范 我们还可以把网络安全比作是一种艺术 是的 你没听错 因为创造力和想象力是至关重要的 黑客们创门需要创造性的思讨 如何绕过安全措施 而网络安全专家则需要想象力 去构建那些黑客们想都没想到的防御系统 而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网络安全保镖 你可能不需要懂得如何编写复杂的防火墙规则 但治疗的治疗不要随便点击那些恭喜你 中强了 别有人链接 对吧 这就像是古代的成名资疗 在敌军玩戏时要关紧大门一样的尝试 最后 网络安全是一场严肃的战斗 但它也充满了乐趣和挑战 但它也充满了乐趣和挑战 每一次成功的防御 得成为内汉洛发育 都像是在告诉那些网络不法分子 不好意思 今天呢 你还每一次的攻防升级都让JIT打败了 还每一次的攻防升级 都让这个领域变得更加引人入胜 所以各位来带网络安全战士们 让我们一起保持警惕升级我们的Bunkabuka 并且时刻准备着用智慧和勇气 保护我们的数字世界 毕竟这是一场没有镜头的战斗 但也是一场充满无限可能的冒险 亲爱的观众们 网络安全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领域 它像是一场无止境的战斗 每一天都有新的攻击和新的防御 但是我们不能被恐惧所隐障 因为我们有着无数无名的英雄 在默默地守护着我们的数字生活 密码学防火墙 鹤翼软件 社会工程 临日攻击 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工具和技术 但是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技术 我们每个人也要有一种网络卫生意识 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点击可疑链接 不要使用弱密码 不要随便泄露个人信息 网络安全是一场跨越国界的战争 黑客可能来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而我们的防线也无处不在 所以让我们的数字城堡 保护我们的个人隐私和财产安全 最后我想问问你们 对于网络安全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数字生活的 请留言和我分享你的观点和经验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数字世界中 共同守护着我们的宝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 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修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